国家大剧院合唱节于八月开幕 用传统文化的气韵记录时光的流转 让诗乐给年延夏日带来一丝清凉 国家大剧院本届合唱节主题为诗乐年华 第一国家大剧院合唱团 北京爱乐合唱团 中央歌剧院合唱团等优秀合唱团体 与吴灵芬 杨丽 龚琳娜等艺术家 共同献上七场精彩演出 诗与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 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 流传至今的古典诗词 在当时也是可以配乐 配合乐器来演唱或者是吟诵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在诵词当中有一个词牌 其实那个词牌指的就是音乐的形式 它其实是在限定它的音乐和节奏 那么这就通过这种诗词的这种哑韵 其实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 唱响了民族之声的时代号角 既能从音乐中让观众体会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 也可以感受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时的旷达淡然 这些都是文化作品 在新时代下的演绎 带给大家不同的感触